同学们好 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介绍这个GUI Gmail这个美化 以及这个云端程序的这个开发 好 我们继续上一节课的内容向下讲解 那么上次后我们是把这个GUI呢 做到了这个一半 也就是说大体的这个模样出来了 但是呢没有对它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优化 用的都是这个默认的东西 字体呢我们做一些修改 颜色都是默认的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看看怎样去修改它的这个颜色 达到一个我们这个定制的这个效果 也让它这个看起来科技感强一点 好 我们今天继续介绍这个成续Gmail的开发 Gmail美化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这个背景颜色 空件背景字体颜色 菜单栏字体颜色设置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次课的这个界面我们再把它打开 就是我们最终设计成是这个样子啊 所有的字体都调过了 但是这个颜色并没有调 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菜单栏这个字体并没有变化 所以呢我们这次把这个菜单栏字体呢也调一下 给它调的好看一点 我们在这个空白的部分 右键 点改变样式表 填下字体 然后凯体 稍微调大一点 这12号 确定 OK我们现在看这个字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工程下面 编译一下真正运行一下看看这个界面是不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意外 有的话尽早解决 OK 不小心全屏了 文件 帮助 然后是这个 这边没对齐 看着有点乱 回头对齐一下 段态栏呢是这样也得 我们现在看不见 然后呢音调 音量这些 汉语英语 好我们来返回 继续处理一下 没有什么大的意外 我们回到这边再处理一下 这个radio button这边呢 因为它系统是有些默认的选项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默认的选项展示出来 不要把这个radio button显示在这个 一个都没选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默认的这个 把对于合成它是女生 那我们在这边选有一个 选择生 处打个勾 OK 默认也是汉语 我们也是在这边 check的选择这个 选中 好现在这是默认的 就是这个 女生汉语 然后音调这边不可能默认的是零 所以我们也是给它 选一个这个中间值 我记得这个音调 好像也是应该在 一个默认的值上 我看一下 我们如果确定呢 实际上是根据这个 协议的 协议它默认的值去确定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协议 所以这节课先 不说这个 看一下它默认是多少 大概就在中间的样子 5 那么这个呢 也是5 音调呢 音调调节还没有反应 好我们先把这个 这两个解决掉吧 那么这个是5 它的最大值 我们调一下 这最大应该不是99了 是10 然后step是1 然后page step是这个2 默认值是5 OK 这边也是 它的这个最大值是10 单步我们不进的话 就把它放成2吧 这个也调完 音量这个 我们大概去看一下 这个协议去 开发者温暖运和成 好 事先透露点这个 基本方式说明 在这个地方 音量默认为5 0到9 好 取值是0到9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设置的还不能是10 最大值应该是9 默认是5 就是中间那个值 好 这些都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还要继续向里边填充一些图片 我先把这个调了 这个位置不对 跟它对齐 好 这样看着就舒服一点 然后呢 我们说过 我们之前呢 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图标的 也要把它加进去 好 我大概找一下 我记得放在哪 我们之前上一套课程里边是有一套图标 但是那套图标呢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后来又找了一套 这是很不幸的是忘记放哪了 这是上一套的图标 好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又更新了一下 我看看这个 这个里边有没有 这是我们这几颗课标的图标 这是我们这几颗要用的这个图标 好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这个工程下面 那工程是在PythonProject PythonProject小麦这里边 OK复制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尽量不用这个中文的路径 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这个路径用户看不到 也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我们程序编写的时候使用了 所以呢我们就用英文的路径 好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 先把这个图片添进来吧 新建一个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不能新建在这里 要新建在工程路径下 每次找这个都养花缭乱的 放在这里吧 MyPSC 然后这边是添加一个前缀 pick就行了 然后再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把这些都加进去吧 注意这些图片都是png结尾的 如果你在网上下的这个图标呢 呃有这个gpng结尾的 你就把它转化成这个png 有一个格式转化工厂还比较好用 然后这个添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打开 它的这个icon就可以设置了 那么在这个里边就用open ok 这里边就显示了 保存呢 这个save 我们找一个漂亮一点 然后这边呢 关闭 关闭呢 我们用一个 试听 试听 试听就是播放嘛 本来想找一个这个戴点耳机的这个效果 但是没有找到好的图标 退出就是exit 好我们用一个关门离开的这个表示方法 哦exit还看不到 我看一下哈 exit这个是一个gpg图像 没关系 我把它用格式工厂转化成这个png 所有的整的png 然后确定 那点一下开始 这很快就完事了 完事之后呢 就在这里找到它 这是exit的这个png 我们再把它切回来 切回来放到这里边 然后还有哪些是这个 gpg的我们一起处理掉 save 刚才已经用过了 只有这个exit 所以我们不管了 回到这个资源编辑界面 那么我们要稍微处理一下 把这个exit的gpg移除掉 savegpg也移除掉 我们把这个png再加回来 ok ok 那么我们退出 这里就能找到这个了 保存一下 好 然后帮助这边呢 关于我们 应该有一个information的这个框子 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加过来 叫context us 这个也差不多吧 然后关于软件呢 就是个about about我们就用原来的这个 就用这个 把它贴过来 然后资源里面再把它加进去 然后资源里面再把它加进去 关于软件 加一个这个小贪号 然后注册 注册呢我们也加一个图标 用这个buy now 就是现在购买 使用说明 就是help 看一下help有没有 help好像也没有 那么暂时就用这个 注册其实是还可以用这个 regis 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注册的这个 但是呢我们已经用了这个buy now 所以也不用那个 好这个是 呃软件的这个图标就添加完了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 启动界面 因为启动界面呢我们 也要找一个图片给它 所以呢我这边是跟这个 myspand老师要过一次图片 要过这个 我记得是这个啊 对是这个图片 好我们把这个图片也转成 用png 转完了之后把它切到我们这个 统一的这个工程管理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改个名字吧 这个 这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就01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加进来 ok这个呢 是作为这个启动界面去显示的 在我们这个UI上是看不到的 然后这样改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 就像哪样子了哈 也有图表也有图片 然后这边呢 呃我们 要改一下这个颜色 改颜色的时候呢 就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这些默认的颜色嘛 它弄出来之后 始终是这个Windows这个背景颜色 也没有什么特长 然后看着也 这个 原生的嘛 就这种默认的 看着就比较土 啊 这资源文件没有编译哈 在这边我们把它这个添加进来 Add New Resource 小麦 然后这个 添完之后我们编译一下 成功 然后再运行这个 好没有问题了哈 那这些图标都有 然后这些也都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只不过就是这个颜色看起来 这太一般了哈 就跟Windows这个自己的这个颜色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透明这个颜色 那我们来改一下这个颜色 那我们来改一下这个颜色